大家应该现在都知道,赵丽颖和冯绍峰正在传飞文吧,其实当事人已经出了澄清过无数次了,但是总会有网友拍到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,网友们各种猜测都有,但是始终得不到当事人的证实。 之前有网友拍到一次他们俩逛街的照片,网上就传言说,他们俩恋爱实锤,网友们看了那些照片之后,觉得这些照片实在是太模糊了,其实看不清是否是他们,只是觉得那个传言有些不实,之后双方的有证实并不是他们,网友们也是半信半疑,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。 但是最近又有网友爆料他们一起乘坐飞机照片,而这一次,他们的照片是非常清晰的,网友们也非常期待,双方能够给出一个准确的信息。 他们合作之后,已经传出了五次恋爱消息了,每一次都是被当事人给否认了,估计也非常无语吧。 他们俩因为作品而被传出绯闻,网友们也是非常好奇的,其实在网友心目中,他们俩本身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,虽然都在娱乐圈里面工作,只是因为一个电视剧而传绯闻的事情,也是喜有见到的。 比如说赵丽莹之前也有因为电视剧,被传和陈晓在一起了,还有因为综艺节目而被传和吴希伐在一起了,虽然事后都有证实,网友们也觉得可以接受吧。 这一次,因为合作被传出五次恋爱消息,网友们就不戴定了,难道真的有这件事发生? 对于赵丽莹,网友们还是非常喜欢的,也希望,她能够早日找到自己喜欢的另一半。 今年来,赵丽莹都专注于工作,但是效果还不错吧,至少网友们都知道了她,而且对于她演的电视剧还是有马高的评价的。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,她的演技也是有待提高的,但是随着作品的增多,她的演技也是可穿可点的,而且因为过多的工作,她的身体又有些变得不太好了。 所以这一次有消息,说,她要休息一段时间,网友们自然是非常赞同,希望她能有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,而且也可以让自己好好停下来思考一下。 不管消息是不是真的,网友们都还是非常多祝福的,毕竟明星也是有自己的私生活的,他们不可能永远的活在公众面前,他们也有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